看一下 我这样子我是不是有日期了 因为我要赶快先去画那张图 大致像我们资料清理 讲到这边才算整个讲完 好 我们有了这个统计日期之后 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边统计日期 我们要做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很单纯的 就是说各年人口数的改变 横轴大部分大数据分析 横轴都是时间 所以我们先画这个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好 第一群组直条图 第二 你记不记得 我说我的类别就是时间 所以第二 勾选统计日期 第三 我们要的是什么数值 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口数值 暂时先画就是男生数跟女生数 所以因为它两个都是数值 所以我们来去看这个是女生 这个是男生 这个是女生 所以约略可以看出来什么事情 就是在各年间 这个人口数的一个改变 好 女生 女生慢慢 本来女生是比较少的 慢慢变成比较多的 可以吗 可是通常我们因为时间很长 不太会用这个直条图来呈现 尤其是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实在是很接近 所以我们会直接改成折线图来呈现 折线图 但这一年是不呈现的 视觉化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所以就请你们先画出这样 你去看一下 就是大概人口数的一个改变 人口数的改变 男生好像维持没有什么很大变化 但是是女生从 大概从这一年开始 就慢慢的高过于男生了 对不对 好 请你看一下 你画出来是不是也是这样 然后最后就请把它储存起来 对不对